大家好,今天要講的一樣是大鼓的16分音符節奏 這個大鼓16分音符的位置是在第三拍的第二點 也就是我用拍手來表示 1ENR,2ENR,3ENR,4ENR 接下來的程序跟前面差不多 就是在第二拍跟第四拍加入小鼓 以及每拍的前半拍跟後半拍加入hi-hat hi-hat也可以轉換到right 現在在one的時候再加一個大鼓 除了one的地方加一個大鼓 我要在第二拍的第三點再加個大鼓 大鼓的部分是 1,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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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你也可以在別的時間點加入大鼓 在這裡只是舉一些例子讓你做練習而已 現在我們直接再多增加一個大鼓16分音符的位置 在第三拍的第四點 這個位置是這樣 1,2,3,4 4,1,2,3,4 現在在二四拍把小鼓加進來 每拍的前半拍跟後半拍都加入hi-hat 在第一拍把大鼓加進來 剩下的變化你們應該已經知道是沒完沒了的 自己去玩玩看一些變化 然後有適當的例句我會在後續搭配一些歌曲呈現給大家 講到這邊大家應該已經發現 16分音符大鼓的節奏大概就是這個基本的道理 在每拍的四個時間點裡面 你可以去找一些各種組合的方法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練習幫助大家舉一反三 我演奏一些節奏 然後你去聽聽看我的大鼓是踩在哪一個時間點 試著去把它分析出來 將來你聽各種音樂的時候 也可以試著去聽聽看這些音樂裡面的爵士鼓 大鼓的節奏是踩在哪些時間點上面 一開始在哪些馬賽數 糊填… 哇… 那很快這些音樂 糊填… 把它分析出來 一開始… 注到紫… 在哪些音樂裡 有奖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Done 這樣的練習對你的聽力會很有幫助 然後試著去復刻這些節奏 用你自己的方式去把這些節奏演奏出來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